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主体民族的阿塞拜疆人 放眼全球竟然有约两千万人拿的 是其邻国伊朗的身份证 而阿塞拜疆本国的人口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 总人口才965万 所以对于阿塞拜疆的国民来说 他们在邻国有的数量远大于自己的同胞族群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简单的说就是当今的阿塞拜疆 在政治上 原本是归属于伊朗的 跟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属于同一族群 只不过由于战争的残酷 他们在政治博弈中被迫分了家 目前伊朗境内依旧有着多个阿塞拜疆形省 如今的阿塞拜疆国 相较那些伊朗境内的省 从地理定义上 应该叫做北部阿塞拜疆 至于为什么他会和自己的兄弟地区分开 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彻旧地从俄罗斯帝国的缔造着这一沙皇彼得仪式说起走了 那时为了能够让俄罗斯拥有天然的出海口 进而让俄罗斯帝国的船开向大海 俄罗斯在南边波斯湾地区的扩张项目 相对那时那片土地上的统治帝国伊朗 被动地成为了俄罗斯在南部扩张的最大对手 在我要多斯湾的求胜心作怪之下 俄罗斯毅然与在西北边境恶战了数十年的瑞典停战 并结成了利益同盟 时间是在1721年 达尔班德伦显 巴库死守 解决了后顾之忧 后的俄罗斯对伊朗发起了猛攻 很快就将今天的阿塞拜疆国版图纳入麾下 然而就在其准备进一步扩大战国的时候 另一头叫土耳其的狼野迎面而来了 见到伊朗被俄罗斯收拾得服服帖帖 土耳其意识到自己机会来了 于是派遣重兵拿下了伊朗重镇格鲁基亚 直接把伊朗送上了被淘汰的状态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伊朗闭着眼睛迎接死亡之时 俄罗斯和土耳其打了起来 两国都想吃下伊朗 进而建立自己再高枷锁地区的霸权 如此一来伊朗得以夹缝中求生存 出于连络打墙的目的 伊朗选择了跟俄罗斯结盟 在高枷锁地区跟土耳其打起了拉锯战 而这一打就是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1822年土特曼下条约签订 土 一 俄 的高枷锁混战告一段落 然而虽然伊朗那时也是战胜国 但俄罗斯并没有给他好果子吃 土耳其从伊朗抢下的格鲁基亚 亚美尼亚以及俄罗斯 自己占领的金阿塞拜疆地区 统统根据土特曼恰条约 让俄罗斯给合法占有了 再后来的事就不言多语言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作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继承人 苏联突然解体 地理上的北阿塞拜疆 宣布成立了阿塞拜疆国 由于阿塞拜疆国几乎是一个属于阿塞拜疆人的单民族国家 因而独立后 一度想拉拢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入伙 但伊朗的阿塞拜疆人表示不敢冒 那时由于伊朗萨法为王朝 是阿塞拜疆义的将军扶持起来的 因而战败整个伊朗的角度来看 阿塞拜疆人属于那时伊朗最强势族群 不但没有被押托 反而是统治他族的好手 所以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 更加愿意让阿塞拜疆人回归伊朗 配图来源网络 版权人若觉不妥 联系我们 立马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